只要多看 多收集 多想 多做 坚持不懈 继续努力 然后最重要的是不忘初心 看着自己的作品 不论画得好或不好 将它完美地呈现出来 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吗 作品实际上对我自己的意义来讲 是一个在连城学习的一个过程 连城的学员往往会有一种感觉 也就是说他们大部分都会非常确定 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 然后针对这个部分 去做一个很深入的一个学习 这个作品你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人家 我就是在学习 一笔一笔地跟着画 我觉得那个都是可以值得被鼓励 这个作品要怎么去把 所有的老师的教学的特色给整合出来 也是对老师一种回馈跟肯定 作品能不能真实地去反映 商务上面的一个需求 而且它其实是在未来的业界 可以应用得上的 说服我们 告诉我们说 我最后所做出来这样子的设计呢 可以解决客户问题的 符合使用者需求的一个好的界面 好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就会是一个很棒的作品 可以将自己所学的 或是作品拿来比赛 那也是对自己一种肯定 我觉得只要任何的城市竞赛 都想要去尝试 因为你每次尝试的时候 你都会有新的东西 你都会学到新的东西 然后你都会有新的解法 纵使是一样的主题一样的问题 你都有办法做出不一样的成果来 你就要多看 多收集 多想 多做 在这条路上 没有什么捷径 就是努力 坚持不懈继续努力 然后最重要的是不忘初心 不要忘记你为什么投入设计的这份热忱 2023年建比赛 一定要参加 等你来喔 等你来参加喔 等你来啰